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。 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晚年不想得老年痴呆,要立马改掉这个习惯,预防痴呆不用花一分钱。 正常人的大脑从20岁开始进入下滑趋势,随着年龄逐渐增加,大脑体积也逐渐缩小,一个80岁的大脑体积只相当于20岁大脑的一半。 所以,上岁数的人,大脑形态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饱满,大脑的老化速度本来就很快了,一些人还抽烟喝酒三高缠身,40几岁的大脑形态比不上一个80岁的老人。 你的大脑真实年龄会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老吗?哪些危险因素正在加速大脑衰老? 一,三个动作自测脑反应能力。 自测动作一,食指与拇指相互交叉,越快越好。 自测动作二,根据指令变化,进行拍手测试。 两个人配合,辅助测试的人拍一下的时候,被测试者拍两下。 如果辅助测试的人拍两下,被测试者就拍一下,还可以随时变化指令。 比如,要求辅助测试的人拍两下的时候,被测试者不要拍。 自测动作三,一枪打四鸟。 检测左右脑老化程度,动作越快,代表其调心越好,配合能力越好。 一秒做一次,只能算入门。 大家可以把这个变换手指的动作当作一个建脑操。 平时在家多锻炼,有助于预防阿尔兹海默病。 二,这五个饮食习惯越早改越好。 一,吃得太油。 偏爱肉食,无肉不欢的人越来越多,而摄入大量动物油脂, 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渐渐增加, 急以诱发动脉周药硬化。 有研究表明,血液中胆固醇含量较高的人发生老年痴呆的风险, 要比普通人高三到五倍。 二,吃得太甜。 长期摄入过多的糖会导致血糖上升, 而持续的高血糖则会导致脑中的海马体体积缩小, 并对大脑皮层造成影响, 进而导致记忆、计算、定向、语言等认知能力下降, 甚至产生障碍。 特别是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, 平常更是要注意饮食, 尽量将血糖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。 三,吃得太咸。 长期高盐饮食会干扰脑血管内皮细胞接受信号, 阻止脑血管扩张, 急以诱发脑内高血压, 造成大脑慢性缺氧缺血, 最终加速大脑皮质萎缩。 一般来说, 普通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控制在6颗以内, 高血压人群则应控制在3颗以内。 同时, 日常要注意咸菜、酱料、腌肉等隐形盐的摄入。 四,不吃主食。 大脑因为自己不能储存糖原, 所以对葡萄糖和养料的需求就比较频繁。 长期不吃主食会导致神经元持续处于低葡萄糖代谢状态, 大脑活动迟缓, 人的反应变慢, 从而增加了老年痴呆的发生可能。 五, 添加剂摄入过多。 有研究表明, 经常过量摄入铝、铅、蒙等重金属元素会导致认知障碍, 严重影响大脑健康, 而这些重金属元素多存在于食品添加剂中, 如常用于制作油条的铭粉和制作糕点的泡达粉等, 所以这类食物建议少吃为好, 每周最多吃一两次。 三, 每天吃点它, 优质营养可建脑。 不少食物中富含的营养元素吃对了, 能建脑, 经常活动手指也可帮助刺激大脑的不同区域, 从而提升大脑功能, 减缓脑细胞的筛减速度。 一, 每天一个鸡蛋, 软磷脂。 软磷脂又称为蛋黄素, 被誉为于蛋白质维生素并列的第三营养素。 这种物质是大脑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, 有助于增强和改善大脑功能, 缓解大脑疲劳, 同时辅助清除动脉沉积物。 建议老年人, 儿童, 用脑交多者, 糖尿病人, 高血脂患者等适量摄入, 富含卵磷脂的食物有鸡蛋黄, 牛奶, 动物的心脑, 肝肺等内脏, 以及大豆, 豆皮和酵母, 其中鸡蛋更是被誉为补脑第一名。 DHA能促进神经网络形成, 使神经地质的释放和传递信息的速度加快, 并能对伤亡的脑细胞起到明显的修复作用, 从而延缓大脑老化。 富含DHA的食物有沙丁鱼, 金枪鱼, 秋刀鱼, 鳝鱼等, 鱼类的肉和鱼油, 而核桃, 杏仁, 花生, 芝麻等, 坚果中所含的Alpha压麻酸可在人体内转化成DHA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